喔還有 整排的帝王鮮 這一隻都很大一隻的感覺 都有個三五公斤 這沒屁啦 這太大了吧 超大一隻欸 你那恐怖有這麼這麼大的嗎 我懷疑 豐富的大魚都被這間收刮完了 太誇直了 這個我只有拍給我怕看 那下巴應該掉到地上 這超恐怖 幹這超恐怖 這隻水不斷吧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特好吃系列 我們這一期已經停更非常久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疫情這兩年呢 其實大家家裡最心心念念的就是海鮮啦 因為海鮮要到現場吃活的比較好吃 一般外賣是叫不太到的 所以我們這個解封第一集 特別來探訪我們這個台北市區 一家以澎湖為招牌的知名海鮮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我從剛來台北就有聽過了 不過當時比較年輕 口袋沒有這麼深 好像吃不起 現在有一點深度了 我們決定來這間店看一下 看它這個澎湖海鮮是不是掛得實至名歸 好啦 現在我們來到店家的那一面 所以剛剛這個裡面有非常多巨大的水池 然後我乍看一下 有很多大王蝦跟超大地王蟹 然後這些東西呢 我相信我一個人是吃不完的 所以今天特別請到我的重量級員工 來張文藝 你好 今天算是 員工聚集 也沒有到很久啊 我們上次拍一顆好吃 好像還在試零對不對 沒有 還在弄一個巨大蝦球 再來再來 雙手肯利比兩隻湯匙好用 知道嗎 三小 下次不要再坑我了 又是兩隻湯匙秀操作 這是基礎廚房 你有賣的寫桌子嗎 弄完就解散了 弄完就解散了 沒有弄完就搬家啦 對啊搬家 然後就有點麻 加上剛好疫情 對 所以這算是 宣告我們的特好吃 重量級的回歸 對 希望以後 可以穩定的更新 然後也讓張文藝來 爽吃一餐啊 因為聽說 這間餐廳是 有點類似桌菜的海鮮餐廳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吃 可能吃不太到什麼好菜 所以特別找到張文藝來 還有其他員工 還有其他員工 對 那我們進去挑後 看一下 這邊這個都賣澎湖海鮮 海基姆跟這個佳製 這個佳製魚是澎湖很古老的魚 這個倒是澎湖 我們澎湖在地叫雞吉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這個沒有 雞吉 我們有一間店啊 就是專門賣這種佳製魚麵 然後賣了五六十年了吧 賣那麼久 我家很多長輩都是從小吃到大的 就是從一碗兩塊錢 吃到現在一百塊 所以聽說在古早的時候啊 這種佳製魚 是那個日本 那個 不是被日本指名過嗎 對 然後是日本的 那個叫什麼 天王還是什麼 天王御用魚 指定要吃的 一般人不能吃 然後還有 整排的帝王蟹 這一隻都很大一隻 感覺都有一個三五公斤 這裡感覺Size跟一般的海鮮店家不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之前很常跟花能去吃那個什麼 XX水產 對 他們的帝王蟹都普遍小一點 大概都只有一半大的小 不過可能 因為客群不同 這邊好像都是桌菜 還有黃金蟹 黃金蟹 艾爾蘭蟹蟹 超大一隻的 而且看起來活力都不錯 湖龍膽十斑 龍膽十斑 欸屁啦 太大了吧 超大一隻欸 你在澎湖也這麼這麼大的嗎 我懷疑澎湖的大魚都被這間搜刮完了 都被搜刮完了 都被搜刮到澎湖都沒有 都被搜刮完了 因為我在市場看 沒有真的沒有放這麼大的 海瓜子 這個我如果拍給我放 那下巴應該掉到地上 我在澎湖 小時候很常去海邊 超肩蛋 我們那叫什麼 挖貝殼 就會去海邊撿那些螺啊 還有背啊 還有抓一些螃蟹 然後晚上回家吃 就是這個 這個確實是澎湖的那種貝 我們好像叫 我們叫 我們叫 就是扁扁扁的 扁扁的貝殼的意思 單位 可是都很小欸 我看過最大的差不多這樣嘛 我親手摸過看過最大的 大概是這種size 可能這種嘛 但是這裡是每一顆都這麼大 要不然 你今天想吃什麼 不然就抓一隻 最大的 最大的螃蟹 我們直接抓來吃 最大的 這才應該你請吧 反正不是你的錢 對不是我的錢 就抓最大的 你說不是我的錢 來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最大的 上面那隻蠻大的 這兩隻 這兩隻應該都差不多大 我覺得 所以他們好像特別被養在這裡 真的欸 沒有跟那些擠一起 沒有跟低端的在一起 沒有跟低端的在一起 沒有跟低端在一起 還是吃這個 這個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知道 野生潛爛 它是蠻魚的一種嗎 我看過的大概是這種 這種大小的 然後這邊這隻 我看它的 我看得到的就這麼大了 它裡面Q起來的 不知道多長 這超恐怖 幹這超恐怖 這裡是水族館吧 這是水族館 而且我記得這個魚超級兇 他要咬人對不對 這個魚超級兇 對 就是小小隻的就很兇 就要自己裝 用一個小袋子裝著 不然它會咬其他的魚 咬其他的魚 好不然吃這個 張文藝跟你介紹 嗯 澎湖花蟹 澎湖的螃蟹大概分三種等級 最頂級的就是這種花蟹 或者那種 紅蟳 我們叫紅蟳 紅蟳在 台北吃 那叫什麼 青蟹吧 就是那種一整隻綠綠的 然後熬很粗 然後高很多的 然後煮完會變紅色的 那總跟這種花蟹是 我家朋友都吃那個點蟹 對對對 那個就是低端人口在吃 可是我從小吃到 真的嗎 我那時候吃啊很開心 結果我是有錢人 我每一餐 等一下每年秋天 桌上都會有一大盤 幾乎每天都一堆三點蟹 那個因為那很便宜 然後又好吃 但是你吃過一次這個 你就回不去了 你就會覺得三點蟹是弟弟 等一下這個也點幾隻吧 花蟹 好可以 就點一些澎湖的 不然你看 你來這裡吃地 來澎湖山一隻 帝王蟹跟紅蝦 那澎湖在哪 真的耶 沒有澎湖味 我們等一下就看那個 野生鳳梨 這個 這個算比較 這個就是我真的吃過 然後也沒有特別猛的 這個沒有比較多 這個就是一般size 馬祖的淡菜 我覺得那隻帝王蟹 應該我們就吃不完了 那隻帝王蟹是不是 對那隻帝王蟹 跟那個 海瓜籽 還有花蟹 OK 好 我們進去準備開吃 我們這一桌澎湖海鮮上桌了 我們先介紹這個好了 澎湖花蟹 這個花蟹是 4000塊 剛剛看包餃單4000塊 等於一隻2000 但是這個 其實一隻2000在澎湖 你也不見得吃得到 因為在澎湖的市場 這種花蟹大概都是我們size 然後小小一隻可能500吧 對然後要這麼大的真的沒有 在這麼大的 我印象了 澎湖的市場大概是1000塊 或者1000出頭 大概是這邊的可能是六成價格 但是幾乎買不到 就是可遇不可求 像我長這麼大 我這麼大的花蟹 我可能也只吃過 兩三次吧 對但是來這邊直接點就有了 價錢稍微貴一點 肯定是比在澎湖當地貴 但是這麼大的西奇珍寶 能在台北這種地方吃到 我覺得蠻驚訝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帝王蟹 它的蟹蟹膏嗎 蟹膏加上蛋 這個算是兩吃啦 一個就是烤帝王蟹 烤帝王蟹餃 然後這個真的超級巨大 因為現在是帝王蟹的補撈季 秋天啊 才能有這麼大隻的帝王蟹 因為店家告訴我們就是 平常你帝王蟹大概三公 三公斤就很大 然後這隻是4.5公斤 就已經是巨無霸等級 他說一整年當中最大的 大概就是接近5公斤而已 所以這隻應該算是 這個本年度的Top10吧 我猜4.5公斤 我也沒看過這麼大的 蠻震撼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這還要介紹嗎 這有點廉價啊 這有點廉價 跟其他比是不是 跟其他比起來 這版怎麼好錢 你有看到單子嗎 沒有耶 這感覺1000多塊吧 超海瓜子1000多塊 好像還是很貴 蠻大的 對它這個超級大 好啦 我們直接吃吧 那我就直接 長驅止入 試一下今天的主角 欸很燙耶 我還以為會涼掉 有點障礙 好刺喔 它這個刺超級凸的 它這個肉的紋理 可以特一下嗎 特得到嗎 它這個肉的紋理好粗壯 欸幹你們吃啊 不要一直看我 我真的 這樣很像是 動物貴石秀 幹我不忍了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妥了 捕手就想跟炭烤帝王蟹 繳來一波正面對決 儘管帝王蟹的冤魂奮力的抵抗住 蟹腳本體還是被尻出來一大半 瞧瞧叮驚那水汪大眼 真想一筷子戳瞎他 進去了 不是放進去一下下就好得進去了 這副表情難道就是頂尖獵使者 那君臨天下的神情嗎 我操 味道如何 好吃到受不出話來 我覺得 賺了錢就該這麼花 雖然很貴 但是超好吃 它的肉是 很有口感的 這是帝王蟹 4.5公斤 16000多塊 這樣一隻多少錢啊 一隻腳 這樣一隻腳可能1000塊吧 應該會1000吧 我剛剛這口500 但是這個口感 絕對屌打什麼什麼米其林牛排 還是什麼啊 因為那些牛排 你吃的會覺得是 那個是料理過的味道 它不是食物的原味 但這帝王蟹腳就真的是 你可以吃到海洋的鮮甜 而且是深海的那種鮮甜 這不是前海的海鮮可以比你的 真的好甜 然後那個肉又好彈 哇 所以它烤完 它的外殼是焦焦的 就是它的皮是跟 肉跟殼是有稍微黏在一起 然後黏在一起的部位 有一點焦香味 然後把那個炭烤的那種 味道烤進去烤在它的表皮上 然後咬進去裡面又爆汁 它外面已經乾乾焦焦的囉 然後有焦香 可是咬到肉的里程 全部都是鮮汁 海洋鮮汁 好爽 好爽 不要只拍我 靠杯 今天員工聚餐 我拍我的 你們吃你們的 好不好 要幫你服務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應該可以 我在看你示範鮮 一般來說那個螃蟹都是吃殼 蛤 你把鮮汁吃剩下的留給我 好 你吃之前Cue我一下 好 我不要 我幫你 我也不要 可以幫你碼 蛤 你會幫我碼嗎 你為什麼變這麼肥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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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涼了 涼了 味道怎麼樣 好爽 這海瓜子完全沒有那種熱炒店的腥味 超好吃 雖然有點難因為這海瓜子第一個上的 我們剛剛等後面兩個螃蟹 地王蟹上的時候才一起吃 來吃一下這個 帝王蟹的蟹腦滑蛋 聞起來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蛋香 但是它裡面好紅喔 紅紅黃黃的 還有差一點點 帝王蟹的蟹生的肉 還有那個那個帝王蟹的 蟹腦 滾在那個滑蛋裡面 好滑好香 這個感覺要配飯 這一匙應該可以配碗飯 這超爽 這個蟹腦 他只要做個什麼這種 帝王蟹腦蓋飯吧 應該1000塊我會買的 不 1500 喔真的好爽 這很好吃 很鮮 那你為什麼沒有對鏡頭講 我沒有講 真誠的 對鏡頭 對老闆 表達感謝 這真的很好吃耶 這個還蠻好吃的 謝謝 很真誠嗎 謝謝誰 謝謝誰 謝謝 謝謝 我老闆 有情有意帶我來吃這餐 再一次真誠一點 沒有辦法這樣太詠了 他花蟹 我先我先來啊 我吃腳應該 沒有人反對吧 沒有 沒有 衝過 他這個幫你敲好了 幹這真的超大 我都在澎湖看到這麼大的花蟹我會直接薄起 你看這個肉 他跟著殼 你看這個紋理 這根本就是龍蝦餃了 一絲一絲的 完了忘了沾醋 不要拿回去 這裡 這裡也有 靠北 洗手的 我覺得不用沾醋就很好吃 他味道很好 我沒有辦法 把他一隻完整的剝好 因為他的腳太大了 弄一弄就碎了 我其實覺得 花蟹在某某程度上是屌打帝王蟹的 他沒有帝王蟹這麼鮮甜 但是他那個 蟹肉的香味 比那個帝王蟹的肉還要 還要香 還要鮮 我覺得還有一個缺點 就他殼比較難剝 帝王蟹剪一點就可以吃了 螃蟹是稍微麻煩一點 但我覺得肉質真的是不輸帝王蟹 欸幹他這殼超硬啊 剪刀剪不斷 幹這是坦克吧 喔可以啊可以啊 帝王蟹應該沒什麼問題 沒問題 超好吃 只是花蟹好硬喔 花蟹你說渴嗎 很難剝 很渴對啊 那花蛋好吃嗎 好吃屌 我後悔沒點飯 忘了那個要配飯 這算是我們的招牌 招牌喔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吃吧 今年店裡最大的幾公斤啊 今年店裡最大的有賣到 兩萬一喔 兩萬一是 5公斤整嗎 5公斤多了 多喔 這麼恐怖喔 這批大的幾乎都沒了 都沒了喔 今天是最後一支 碩果僅存的 對最後一支 每年都只有這時候才有對不對 對 每年差不多都這時候 大支的 大支的不一樣 大支要看運氣是不是 運氣 我們這邊也不好 全台灣最大都在這裡了嗎 呃 不敢說 不好說 不好說啦 不好說 至少有一半應該都有 有一半喔 確實我其他地方 很少看到這麼大的 一個人多少錢啊 一個人四千多塊 滑嗎 反正不是我的錢 不是我問你滑不滑 不是問誰的錢 我的錢就滑是不是 你自己的就不滑 反正不是我的賺 罷我唄 好啦 今天我們一共五個人 吃了兩萬五千塊左右 欸不對六個 所以一個人大概 四千多塊 在台北市這個價位 應該算 非常頂級啦 對尤其是這個價位 應該可以吃到 蠻多日式料理的口 那我覺得它最難能可貴的是 它可以吃到很多 澎湖的海鮮 就真的是 連我 身為一個澎湖人 都非常難吃到的 就是可能 無論是size 或者品質也好 就是他們這裡真的 可以吃到很多 連澎湖當地都吃不到的 最好吃的澎湖的品質料理 像那個什麼 超級大花蟹 還有大的海瓜籽 還有一些 帝王蟹 那帝王蟹當然是澎湖的 可是這邊 說白了 他們就是 做一些 非常高 高端的客戶 所以你要說CP值嘛 我覺得 不怎麼樣 但是你要說你如果 真的有非常特別的節日 或者有非常重要的人要 招待 像我們就是 一年一度 就是員工聚餐 就特別 來這裡吃一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難吃 就是 來這裡吃一餐 可以讓你 很有賺錢的動力 但是 這不是貶 貶意喔 是真的 你來這裡花錢吃 你會覺得非常值得 雖然貴 但是你吃的每一口 真的都是 你可以 你可以吃到你 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那些美味 所以如果 大家以後 有一些重要的節日 或者要帶重要的人 來聚餐 來慶祝 也歡迎大家來到這間 海藏海藏海藏餐廳 來試一下 老師丁特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